意大利北部城市蒙渣 曾经通过法令 禁止宠物主人把鲸鱼养在弯曲的鱼缸里 因为提议者认为 鲸鱼透过这个弯曲的鱼缸 所看到的东西都是扭曲变形的 而这样做很残忍 这项法令一时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但在众多的争议声中 有一个特殊的声音 问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问题 作为人类的我们 有没有生活在另外一个巨大的鱼缸里呢 这个问题来自于理论物理学家霍金 最初发表于霍金和蒙洛迪诺合著的大设计一书中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大设计 问世于《想遇世界的时间简史》出版20年后 它不仅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科普著作 更特别之处在于 大设计除了陈述现有研究之外 还对宇宙和人类进行了更底层的思考 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视角 下面就请各位跟我一起 沿着霍金的思路 开启一场思维的冒险 自柏拉图以来 哲学家们长期争议 到底什么是实在 实在论认为 存在一个确定的 绝对真实的 不应观察者变化而变化的客观世界 而建立在实在论之上的经典科学 进一步认为 物体拥有如速率 质量等确定的物理性质 同样的参照系中 无论谁去观察这些性质 得到的结果都会是相同的 实在论 在传统的视角中 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 但霍金指出 在现代科学的视角中 他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霍金首先把视角 投向了世间万物 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能看到摸到的物体 都是大量微观粒子 被看作一个整体后 在宏观世界的表现 这个整体所表现出的属性 如温度 运动状态等 实际上都是统计学视角的反应 而我们一旦把视角放到微观 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 物理学家发现 一个例子 只有在被观察者测量的时候 才会拥有确定的位置和速度 当它没有被测量的时候 它就没有确定的位置和速度 注意 不是还没测到 而是没有 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 让人类揭开了宇宙真相的一角 也让人类增加了 对客观实在世界的怀疑 霍金的思索还没结束 它又把视角投向了人类自己 人类的认识 是通过视觉 听觉 触觉 以及思维等过程产生的 霍金认为 人类从来不能直接摄取客观信息 而是由一种 类似于信号处理器的东西 即我们的人脑 去加工并进行解释的 举个例子 光从人的瞳孔进入眼睛 经过折射后 抵达视网膜 视网膜将光信号转化 并通过视觉神经将信息传给大脑 但值得一提的是 人类整个视觉范围中 真正具有高分辨率的部分 仅有视网膜中心 大约一度的狭窄视角范围 相当于你伸出手臂 你的拇指所覆盖的角度 幸运的是 你的大脑具有强大的运算能力 它会把两只眼睛接收并翻译过的信号 用智能算法进行拼接 填充 优化 并借助其他经验将二维数据三维化 然后才有了你看到的这一切 那么到底谁是那只鲸鱼呢 什么又是真实的呢 柏拉图以来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了两千多年 而霍金终于给出了这样一个新的观点 依赖模型的实在论 霍金认为没有那个最客观最真实的实在 只有我们建立的模型 和这个模型框架内的实在 人类所能做的 就是建立模型 观测数据 解释现象 人类既无法突破不确定性原理 找到绝对的客观 也无法绕开人类的思维信号处理器 开启上帝视角 基于以上的思考 霍金眼中能够解释我们所在的宇宙的 是一系列不同的理论 这些理论就像是一张张互相交叠的地图 分别覆盖有限的范围 而在交叠处 它们展现相同的风景 霍金认为 这一张张地图拼凑起来的 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也是人类苦苦寻找的终极理论的答案 如何理解生命 万物和宇宙的存在 频繁的你我被历史创造 同时也在作为观察者 创造着历史 感谢你选择和霍金一起 经历这场思维的旅程 期待人类能在不久的将来 找到那个大设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